同自己可能来自于妈妈 来自于自己祖母 那个地方的系统 血统的这种原因 然后我们又看到日记时代 稍微一点改变 加个草字头 我们从动物变植物 我说这变化不大 然后又叫高杀竹 那个对待的方式也是一样 然后重新把原住民分作 这个 让它从这个 部落的认同 超越到族别的认同 然后到跨返族别的认同 到国家的认同 其实我们上一辈的 我们原住民的这个五十年 实际上内在世界是变化很大很大的 我常觉得 我们原住民的朋友 经过这一百年的折腾 从第一个国语变成到第二个国语 原住民没有发神经病 实在是 可见这个民主不太打得死 有一个很凶很宽的心胸 在看待一些事 我待会我们今天的这一讲 要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迟到 为什么会 会这个 这么 打死的 好像还是很快乐 那 我们上一次 我们看看那个影像 为了让大家看一看说 过去 他们很多人看待原住民 他们看的方式 其实影像非常非常多 我这一两年在府大 现在大家自己猜了 我这个没有带我的那个 就这个线 这里可以看得到 以前这个中央山脉跟中央山脉以东 大家都知道清代的时候 他不承认这里是满清的江界 对不对 所以牡丹事件为什么会打 就是因为 他跟讲说 这个以东 黑血环界 不是我们的 它是画外之地 所以日本人才打 这个地区 就是我们一直给大家描述的 整个台湾的原住民的西部平原这一带 都是平埔族 我们的林卓水 听说是埔里的 长得还不错 可能是有原住民的血统 但是人怪怪的 怪怪的部分就是汉人遗留下来的 对 这个线 对不对 这个线在19世纪的时候全部沦陷 19世纪末这边全部沦陷 中央山脉这一带 以及中央山脉以东 到1895年之后 日本人花了很大的力气 第一个国语进来 然后也把这个地方 为什么叫做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组 不用嘛 我的主 为什么叫白万 这些分类就是日记时代给我们进行的分类 中央山脉以及中央山脉以东 日本人用了50年 把这个地方全部收服 就是把它进入 也严格讲就是台湾原住民真正面对现代化的开始 我们这个是要先让大家知道我们认识台湾原住民先知道他在哪里 这个就是我们活动的地方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整个南岛民族地区就是台湾往下 这个我没有放上去 那这个地图 那这个地图请大家牢牢的记者 我们一谈台湾MAP要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变成了平附阻 大量的汉人进来 所以把很多很多的沿线的原住民往这个内山去挤压 所以才会有埔里这一带 这个翻过中央山脉到花莲这个地区的 这个其他的族群 像杜鲁鲁就是从南投这一带过来 我们的这个新一乡这里也过来 是也那个布农族也过来 那中央山脉这一带 我们现在因为做一些研究啊 从那个空灶图去看 那个沿着山河水 沿路都是部落 各位同学大概 各位学员大概很难想象 我们一直以为中央山脉 山面阻隔 要上去一定要特殊的训练 要有特殊的配备 所以我们每次上山都穿得很 好像很棒的样子 但是上去都迷路了 每次都要让原住民去救 实在是很奇怪 我们以前的祖先 因为不是属于平地的祖先 所以我们的祖先是很会爬山的 而且他在这个地区到哪里 自己就种一点芋头 种一点什么 然后他们平常去狩猎 一出去就两三个月 你以为他会饿死 那是你的想法 因为你太笨 人家在这个地方通通都有药塞 都有放很多很多东西吃 所以我们的祖先以前的 没有穿鞋子 只要带一把翻刀 不能叫翻 只要一把很美丽的刀 就在这个地方纵横 就在这个地方纵横 然后被挤压以后 这两个泰雅族跟布农族 他们开始往东部迁移 然后也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部落的遗址 现在我们在谈台湾的遗址 看到什么林家那个什么 我就好像哇好了不起 这个你们实在是要 我们应该要惭愧 不是你们 大家应该要惭愧 这个地方的原住民 几百几千年来都在这里 一直一大堆 如果我们那个心一改变 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那这群人背不过来 然后布农族从这个新衣箱过来 最后往下延伸 他们最远到了高雄 我们现在的三民乡 对不对 三民乡最可怜了 现在那个 我们汉人做不到的 忠孝仁爱心意和平 通通在原住民地区 仁爱乡啊 心意乡啊 这就叫和平乡 和平乡有三个村 一个是民权 民族民生 实在是 我说这个三民主义在原住民 就是这样 思维巴德也在原住民地区 通通都在这里 那我怎么知道 他们这个到这里以后 他到高雄 到台东这边 到出路 大家知道吗 听过吗 出路牧场那边 就被我们悲难族挡住了 这个布农族虽然很了不起 但是他碰到了更了不起的民族 就是我们的悲难族就被挡在这里 这边就是请大家了解到 他们一千亿以后 当然也会对这个东部地区的原住民 有很大的影响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汉化 日化 然后资本主义化 这个就是原住民的整个的命运 从空间上去看 是这样 好 下一张 好 再来 这个是67 乾隆时期的台湾的一个浴室 浴室嘛 它其实是满洲奇人 它画的 它把那个原住民画成这样 看起来你看这里画的都很像故国 其实我们的山哪里有这么 台湾的山是非常陡峭的 然后我们这些原住民 他说他们是斗节 显示那时候的 刚刚清朝 汉人越来越多到台湾来以后 他们对原住民的第一个印象 这些原住民很会跑步 很会跑 事实上我们后来发觉到 不只是平补族 台湾的这个原住民 就是我们这一批的人 也都很会跑 那个谁啊 那个我们现在的这个 大部分的棒球啊 这个篮球啊 十项全能 这个五项的全能的女生的 通通都在花东地区 如果有人要研究台湾的体育史 如果不把原住民算进去 根本就不算体育史 没有体育史了对不对 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我有一次那个我们上海杂志 要做那个台湾的体育运动史 我们去找这些资料 找出来以后发现 我们做不下去 为什么 从中上联运大圣 还有那个军中的 那个省运 全部都是原住民 不知道怎么写 你就不知道怎么写 他他很会跑步 很会跑步 这边都是希腊亚族 都是南部地区的那个同胞 首先他们的印象 就是他们很会跑步 然后呢 他这些人在跑步 他这边有一个偷偷在看的人 很多都画成这样 这个偷偷在看的人 他们就说他们是生藩 就是在窥视 这个画藩 还有这个汉人在这里活动的情况 好 下一张 这个图很多 这个是你看把它变成更文人化了 更文人化了 好 再下一张 这个是荷兰人画原住民 蛮像动物的嘛 也是在跑步 看到没有 好像原住民一直都在跑 一直都在跑 的确我们很爱跑步 这个你看他这个画的 好 下一张 然后呢 汉人来了以后 在西部地区要干什么呢 这个设施就是要进行教化 对不对 要把原住民从 那个生的要变成五分手到十分手 那就要靠什么 就是要靠这个 这个教化 那就来这里念书 这个都是原住民传统的建筑的方式 那个图 那个电膏 好 下一张 这个也是设施 这个设施呢 这个人还戴眼镜 这个画可以证明 这个可能清代的什么时候 我记得我有去追查过 现在都忘了 在大陆已经开始流行戴眼镜 好 下一张 这个荷兰西班牙时期的神父们 这个是谁呢 看到没有 很像罗马人的 其实原住民 在聆听上帝的 那原住民的我讲过 有两种中生 一个是学校的中生 一个是教堂的中生 这是影响原住民很大很大的 我们后来在看那个后半段 在谈那个原住民文学 我们看莫纳能的诗的时候 特别会感触这个事情 好 下一张 除了这个影响之外 还有就是 这个是堂铺 这个是在榨那个蔗 那个甘蔗汁 然后把它变成蔗糖 这个是一个比较近代的工业 也就是说台湾的这个甘蔗发展 跟台湾的近代化 是很深的一个图 那这里在算钱的 在弄就是汉人 原住民就很可怜 就搬来搬去 好 下一张 这个也是汉人对原住民的 传统的印象 这个是在侏罗县制里边的那个版画 很爱喝酒 我也要解释 我们以后会碰到这个事 原住民真的那么爱喝酒吗 哪一个原住民 哪一个民族是可以已久治国 很难 如果那样也不错 已久治国多好 我们不会那么麻烦 这个看不顺眼 大陆的胡锦涛就跟马总统 喝高粮比赛 谁赢就我们就算他的 会饮 我们后来等一下还可以 就是很爱喝酒的样子 我们也要解释一下 我们到后来会碰到 好 再下一张 荷兰人 西班牙人 化原住民喝酒更可怕 那个喝的情况 这个好像更野蛮的样子 好 下一张 不但这样喝酒 而且还有这个人在这里吐 我们好像原住民这个 这个他们的印象 好 再下一张 不但是这样 而且呢 荷兰人 这个不是荷兰人 这个西班牙人认为 原住民 很爱杀人 所以这些都是传教士被杀了 你们知道 后来我们看了他们的那个文献 才知道说 他们为什么一直丑化原住民 因为他们一直拿这个去报告 他们的 在西班牙的国王 让他弄更多的钱 派更多的军队 要把台湾拿下来 因为他们那时候受到荷兰人的威胁 所以原住民就被丑化 不只是报告上丑化 而且图画上也丑化 好 下一张 这个是很有名的 那个John Thompson 他其实造很多 中国大陆也一堆照片 这个是开始有照片 时候他们对原住民的图像的了解 那他画的 你看他造的 已经有一点点人类学 想要去对这个族群做一个分类 所以要从他的体质去找出他的特征 所以他造的说 这个半侧面 这个侧面 这个是正面 你看看这个 像不像蓝语的人 鼻孔三角鼻 你们注意看 我们南部很多人都这样 我每次在那个 那个 那个 嘉义这一带看的时候 就有不少这样的人 这个叫什么鼓啊 圈鼓 比较高 比较高 这个方脸 我们贝南族也大部分是方脸 看起来有帝王之相 对不对 好 下一张 这个是很有名的 这个也是希腊亚族的照片 你看他这个鼻孔 朝天鼻嘛 这个颧骨 很有神 对小孩子以前是这样背的 好 下一张 这是应该是排湾族或者是卢凯族 这是日记时代的前景惠伦造的 他注意到了他的服饰 还有他这个 纹身 以前我们看到的纹面 很多其他的族群大概手有在纹 脚有一些 但是这样全身的比较少看到 好 下一张 这个就是进入那个人类学士的拍摄 对原住民的这些了解 好 接下来 你看日本人来了以后 你看他讲说原住民的野蛮 特别是生番 这个头砍下来 砍下来的头 这个是他们日本人砍原住民的头 这是原住民砍不知道是什么头 好 下一张 这也是我们一般的印象 原住民的野蛮的印象 这些 这个其实不是熟番 这个是打错了 应该也是属于南部的原住民 日本人去那边无论是做考察 或者什么就这样背 背着上山 太亚族的纹面这么漂亮 后来日本人不准他们纹面 我们以后会看到例子 他们被抓起来 因为他们还是偷偷的纹面 因为没有纹面 他们见不到自己的竹林 好 下一张 日本人跟那个摄氏一样 对原住民也进行皇民的教化 这些都是原住民 看起来都比日本人帅 学校里面似曾相似 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好像也像这样 对不对 好 下一张 国旗 应该说要吹 你看 这看起来像文化大革命 好 下一张 然后不只是这样 还带他们去观光 去国内观光 或者是到内地 就是到日本去做观光 让他们去经验那个现代性 所以他们出去的时候 他们带着 他们穿着传统的服饰去看 好 下一张 这个 看他们在吃饭 他怎么选这个 用筷子吃便当 这个原住民用筷子 用筷子 其实是比较危险 每次夹筷子挡来挡去 对不对 好 下一张 这个是高沙伊勇队的 战争动员以后 原住民被要去打仗 然后他们就拿起浆杆去打 然后变成了日本兵 然后他们的境遇很惨 我们之后还会有机会看到 下一张 这个是日本人为了要做宣传 所以他这个时候弄出来 这是明信片里边翻派出来的 这个就有点点像人类学士 有点像采风一样 让外面的人对台湾有点兴趣 他们的衣服都很漂亮 有彩色 让他们觉得日本人在这里 是有作用的 这个拔牙人类学士的这种记录 下一张 周竹 我们还是保持这样 这个也是 下一张 这排湾族的 那说的这些原住民的形象 好 好 这下一张 这蓝鱼的 好 下一张 太牙族 排湾族 这太牙族的排湾族 那太牙族的眼神 太牙族是台湾原住民里面最有动力的 他们眼神都有杀气 如果你们去看堵鲁鼓那个杀气更重 眼睛看起来叫杀人的样子 可是很有魅力 好 下一张 马接接受现代医疗的台湾的原住民 好 下一张 没有 好 这个我只是让大家 因为我们在描述那个原住民从番一直到熟番 然后在面对汉人 荷兰西班牙人 然后在面对日本人 他们所看的所拍的这些原住民 只是留一点点印象 这就是原住民过去的影像的这个过程 好 我们先可以关掉 那今天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二讲 我们在上一讲里面 我们至少先开头从一个原住民是谁 这个角度来反省问题 然后一直到最后 我们把整个南岛民族这个概念也带进来了 让大家看到这个民族虽然很小 好像可以给我们一些敞开性 让我们重新去理解 我们不只是要彼此接受 而且那个接受的幅度 可以宽到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外籍新娘 跟台湾越来越多 很可能变成是我们下一代的孩子 台湾的整个人口的组成的元素 在改变 我们有一个更宽的心情去准备 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给大家谈的 那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 我们知道他们怎么被看 然后他们内在的世界有什么改变之后 我们现在要花一点点时间 要认识原住民到底是怎么思考的 也就是说原住民的传统的文化 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然后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比较了解 为什么原住民会迟到 或者是说原住民为什么会很爱喝酒 或者是原住民为什么好像已经生活很困难了 但是每天还是黑暗黑暗唱歌 天真活泼又懒惰 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们要对这个事情 要从他的一些文化的一些逻辑 去给大家去进行一些了解 那我在上一回有跟大家提到 我们要去了解一个民族其实是很难的 不要说一个民族连一个个人都很难 太复杂了 太复杂 我们说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 我们讲起来好像有 但是要讲起来就很困难 太多的细节 然后不要说中国文化 我们讲儒家是怎么样 我们也很难 我上一次讲过 所以我底下的这个分析 是一个比较抽象的 也不能说抽象 比较抽离中和的一种描写 你们千万不要把我讲的原住民的文化逻辑 就把它当做是那个好像身份证的对照表一样 我听了以后 孙大川你好像不太合适 好像不太像你的传统文化 你大概不是原住民 不可以这样 就是说这些综合性的东西只能够当做是一种线索 让我们去捕捉 或者是去了解一个民族的大开 那我自己把那个台湾的原住民的这个传统的文化逻辑 是从五个角度去分析的 第一个是我把它叫做是部落主义 就是原住民都是一个部落主义的民族 跟部落主义的文化 什么叫部落主义的民族呢 就是这群人 他们的社会学想象 他们的认同的边界 他的boundaries 紧急于他一个小小的部落 他的认同 像我们现在很麻烦我们的认同 对不对 我要认同台北 我要认同我的家乡台东 还是我要认同台湾 或者是我要认同我是中国人 还是我要认同整个中国 我们只是他的一省 台湾就是很多这件麻烦的事 但是对原住民来讲 我们的认同很简单 紧急于他自己所生存的那个部落 我的了解 一直到日记时代 不要说就算是日记时代的末期 日本人要走了 大致上台湾的原住民的那个情感 他的归宿 也就是说他对他自己认同的归宿 还是急于部落而已 上一回好像有特别跟大家提到 或者说我的妈妈 她一直到七十几岁 她才勉强承认她是一个悲难族的人 因为悲难族是一个跨越部落的 一个族别认同 对不对 我妈妈一直到七十几岁才接受 显示她的脑袋里面 生根蒂固的 她只认同她自己生长的那个部落 部落是很小很小的 我们那个部落才一百多户 那个方圆很小的 可是那却是我们过去很多原住民的 这个社会概念里边 最清晰的认同的对象 认同的对象 我们很少这个跨越部落的认同 有些小例外 比如说排湾族 排湾族因为它是一个贵族的社会 所以它有时候一个大贵族 它管好几个部落 然后它的很多的贵族的系统里面的小贵族 就都在各个部落 所以他们的五年纪的时候 要去串联这个各个部落 去进行祖灵的来视察 或者是来送这些祖灵回去 我们的五年纪就是排湾族的五年纪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他们看起来 是台湾原住民里面最有可能形成亡国的 最有可能形成亡 但是后来也没有 原因是为什么 就是这些大贵族 他只是在某一些财产权上面 他有一些支配 但是对分出去的各个部落 他的个别的独立性 他干预不到 干预不到 这个是台湾族卢凯族有贵族社会的这个情况 那其他的族群又更不用讲了 像我们北南族主要的部落有八个 我们这八个部落互不同俗 可能有时候为了有一些方便打仗的时候 我们互相有一些连结 但是彼此之间没有上下或者是指挥的关系 仪式上面 比如说我们要进行大猎记 或者他也不受别人的指挥 所有的行动都是由部落自己决定 他是自主的 自己主权 那个主自主的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话来比例 原住民的主权概念 是紧急于他的部落所在的地方 这个是典型的老子所讲的小国寡民的脑袋 小国寡民的脑袋 然后也非常符合柏拉图讲 他说一个最好的一个社会 就是人数不可以超过79户 好像是这样 他讲的 我又不知道有没有乱讲 你们去查查看 他说不能够超过 你也想一下一个社区太大 麻烦事就要很多 我们现在就是东西都弄得太大 搞得大家都变得怪怪的 那个我们最近这几十年来 一直在讲这个社区总体营造 要讲社区的那种自觉 事实上就是以前原住民的样态 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台湾原住民的 过去的传统文化里边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学 或者是他的社会学的概念 是在一个 属在一个小国寡民的状态 他没有一个跨越部落的亡国的这种想法 那我们后来发现 不止台湾的原住民是这样 其实很多很多中南美洲 或者是非洲的国家 也大部分是这样 我上一次好像有给大家谈到 非洲就是因为欧洲人去那边进行殖民 硬要把那个不同的部落 不同的部族 纳归成一个国家 然后这些殖民母国一离开了以后 这些里边就砍来砍去 你看那个卢安达的事情 一直到1990年代了 还发生那么大的突然 现在非洲人都根本不用别人去杀他们 他们自己可以把自己杀光光 那是很可怕的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这种部落民族 跟这种现代或者是近代国家 很大的不同 所以各位将来 就比如说你们去 去接触原住民的时候 现在可能已经比较混一点了 但是最严格的方式 你不能讲说 我听到这个事情是悲难族的事情 这是不可以的 他这个服装是悲难族的服装 你不可以这样看的 内行一点的讲法 这个是悲难族的 Binaski部落的服装 这是内行的 所以你去那个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 你一定要写出来你调查的那个部落 部落才是重点 我们这个原舞者 我们现在已经19年 我们每一次都跟部落合作演出 同样一个排完族的乐舞 都是以利性的 都是风年纪的乐舞 那个乐舞 从服装跟那个舞步 你们外面看一样 我们看就通通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显示那个部落性 一直到现在 在原住民地区还是很强的 还是很强的 这个是那个原住民的传统文化里边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也请大家务必要放在心上 就将来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要有这样的意识 那我的童年 我很喜欢很喜欢台风 这个台风一过来 我就有很莫名的这种兴奋 好高兴 然后就跟姐姐跳 如果下大雨还冲出去淋雨 然后我们就很喜欢那个台风 如果那个台风越大 我就越高兴 最好把那个檳榔树都吹倒 然后房子我们那个 用那个竹子做整个弄倒 那个越看到这样 我就越兴奋 河水暴涨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我们的那个水沟 那个河水 然后把那个很多的石头 全部都滚下来 我就觉得很兴奋 我很奇怪 这种兴奋感 我印象很深很深 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我是不是一个很爱灾难的孩子 我就觉得有点怪 可是我渐渐就是长大 在回想 在分析的时候 我渐渐了解 为什么我会喜欢台风 喜欢这个灾难 因为啊 每一次灾难完了以后 第二天早上 我就看到我们所有部落的人 穿着缩衣 带着本机 锄头 附建部落 那个每一个都在动 然后有的就好高兴到小溪去 干什么呢 很多的那个漂流木 拿回来啊 这个牛车 然后我们也帮忙 然后就那个时候 我就会开始很忙 常常要劈财啊 要帮忙爸爸弄这些东西 因为那个拿来烧火嘛 所以那个整个这个部落都动员起来 就那个景象 你会觉得那个部落内部 那个感情很浓厚 然后哪一家那个房子倒了 大家看哪一家的需要比较大 我们会优先顺序 这家可能家人比较多 有老人 我们就决定先盖他的家 我们盖房子 不需要什么通过 什么建筑执照的人 这家要去评估 还去计算 我们根本不用 就拆掉 然后砍柴火的砍 砍木头的砍木头 砍这个竹子的砍竹子 去切茅草的切茅草 回来 一个礼拜以内 房子就弄起来了 那所以用那个稻梗 切 然后放那个泥巴 然后放那个牛粪 我们小孩子就最兴奋这种事 因为小孩子喜欢玩泥巴 他就挖 就是挖了一个洞 然后里面就把那些泥巴 或者是稻草 还有牛粪放进去 我们小孩子就在那边踩 他那个拿来干什么 去扶那个墙壁 那个牛粪会增加它的粘性 而且那个牛粪的味道 也会让那个蚊虫不太容易进来 那个味道其实很香 比人的好太多 我们就会去帮忙 然后那个我们整个部落的人 在盖那个房子的时候 你也知道原住民只要聚集在一起 就开始开玩笑 我小时候眼睛 我现在这样都还是一样 我眼睛一闭 都可以看到我们那些老人家 一边在那边坐 然后就笑他 然后讲那个 然后就哄堂大笑的那种状况 然后傍晚 那一家的人会准备一点吃的 大家都留在那个地方 围在那个院子里边 就喝一点小酒 然后都在开玩笑 我觉得那种很舒服的这种感觉 跟现在我住在我的那个公寓房子里面 隔壁是谁我也不知道 然后进到电梯他也进来 你也不晓得要对他打招呼呢 还是不打招呼 因为他脸很像 也不想跟你打招呼 又怕说那个 然后干脆都 他向那边看 我向这边看 然后到一楼 嗯 就出去 已经住了快十年 隔壁的民族我也不知道 我已经算是很喜欢 跟人家哈拉哈拉的人 连我都住不到 你就跟 有的人一脸严肃的下来 好难啊 好难 然后 只要那个社区里面 有一点点风吹草动 就有人写一个 都贴在那个地方 说怎么样啊 怎么样 每天就搞这些东西 这个叫社区自治 就玩这些东西 这跟我的那个童年的印象 完全不一样 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我那时候正好还在 在那个园民会服务 那我负责整个灾区 与原住民地区的重建 我第二天就已经跟现在的那个刘兆璇 他那个时候看起来好聪明 现在看起来比较笨 那 我每一次觉得他真的是 有一种人哦 念物理的或者是念科学 那个就有点这样 然后讲话就很快 然后反应 我在行政院当原民副主委 他早期当那个国客会的那个主委 他就在我底下 他很会开玩笑 讲话也很快 跟他开会很舒服 可是现在看起来变好多 变得笨的笨的样子 我好佩服他 那个时候 两个人坐那个直升机 就到那个灾区 听说那个五戒水坝 这个军裂 那我要下去下不去 后来我用走路的 下来以后用走路到雾射 然后到万峰 然后射水过左水溪 那时候余政不断 哇那个故事 我要讲起来可多了 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讲 我九二一的故事 那个时候全部原住民的灾区 一直到瑞岩 瑞岩就是那个 泰雅族的起源地 我都到那边去 那我要讲的不是那个细节 我要跟大家讲说 我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看那个满目苍蝇 真的非常非常难过 好像你进入一个末世纪的那种感觉 我一直觉得台湾可能因为这个大的灾难 这大自然的灾难 台湾的整个的品质 人的品质跟社会的品质会提升 那时候那种感触是这样 那到了这个灾区以后 头半年几乎都是这种心情 可是呢 半年之后 味道在改变 我开始非常非常难过 为什么我到这个部落去 我们约好十点要开会 我一去都没有人 等到十一点来了 大部分都喝酒醉了 一举手就哇哇哇讲一大堆 我要答复他坐下来就睡觉 然后在 汉人的那个社区也差不多都在等 都在等李总统啊 这个政府来营救 几乎是瘫在那里 几乎是瘫在那里 然后很多的乡镇施工所的那个镇长啊 乡长啊 哇都是钱 整个这个口袋都是钱 后来通通都被抓起来 你们知道吗 好可怕 我觉得这么大的灾难 台湾一点点改变都没有 现在谁还记得921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一边去 就一边掉眼泪 然后隔了两个礼拜 我到日本去募款 然后去跟那日本 日本人一讲也哭啊 捐钱这样带回去 结果没有多久 整个都改变 我们不太care 我们自己活着的那块土地 我们一直在想的是 发生这样的事 我能够拿到什么好处 这个话 有时候想一想 那时候看到那个道路里面 全部都是偷工减料的东西 我们想说 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 后来那个赫泊台湾 那个之后不是又好几只大水吗 一去看还是那些东西 你就可以想象台湾 是一个很难 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大的 很长度很长的路要走 我那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难过 为什么我就看到那个对比我的童年 在面对灾难的时候 那种喜悦感 那个喜悦感是你在那个里面 灾难是谁不是我们要的 是一个自然的力量 可是这个自然的力量之后 你可以看到人的力量去怎么样去 去应付去面对这些东西 可是在整个九一大地震的那段时间 这个东西已经看不到 已经看不到 民国八十年台湾开始推动社区总体营造 大家都忙着很多很多的事 可是后来我看那些事 我的看法还是大部分是务虚的 那个内部的人的这种重整 还是不够 这个都是我觉得 我觉得台湾的原住民的那个部落主义 或者是那种文化里边的部落精神 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还是有它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在讲全球化的同时 你看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回避 而且不管它是不是真的 还是要去面对那个所谓的在地化 或者是在地知识这种东西 原因就是我们会发觉到 我们如果一味的讲这个全球化 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那个生物的多样性 文化的多样性 一没有了以后 每一个人都变成是一个君子的 这个存在 那其实它的危机是更大的 是更大的 所以这个是我每一次 我在谈这个台湾原住民的传统文化的特色的时候 很愿意提出来的 因为它有它的当代性 有它的当代性 我们实在应该要重新去思考 或者是怎么样去找回来 那个热爱自己双脚所在所站的那个地方 怎么样把那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把它找回来 那这个是第一个 我说这个台湾原住民的传统文化里边 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这个也说明了为什么原住民 那个对国家的概念 总是比较模糊 原住民在日记时代来了以后 因为那个日本政府那种 所表现的这种仲裁 他就觉得他能够解决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就很效忠他 国民党来了以后也马上效忠他 很多人讲说你们怎么 谁来就升谁的国旗 我说那要不然怎么办 这个原住民在学习 要成为一个国家的 或者是要进入到一个国家体系里边的技术 并不是很够 所以你现在注意看 台湾原住民每一次在社区总体营造 在去做各种各样的申请 怎么样弄的时候 最后谁在做你知道吗 大部分都是还是汉人的学者 因为原住民就是不会 他还没有进入这个 他不知道这个系统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我看到我们的部落 那个警政署 因为部落里边有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是部落的像是警卫队一样 就自愿的 那个警政署为了鼓励 大家地方自治 对自己部落的安全 就每一年都会拨一点钱 大概每一年大概15到17万左右 给部落 就有人就轮流 晚上就是巡逻 你知道他给15万一年 他的和销的那个这么厚五十几页 我的部落的人没有一个人看得懂这个东西要怎么弄 每一次去比如说去跟政府去做一个要求一个五万块钱的做社区的工作 那个和销的事情麻烦到他们不晓得怎么 我上一次正好就回去就看到我们临近的一个部落 他要去做和销 那个人大概40多岁的阿美族 他大概每一次去 因为每一次去和销 要扩大就业的是要到哪一个单位 文化的是要到哪一个单位 每一个单位都不一样 他每一次都不知道去哪里 他去这边 他跟他讲说你要先去那边 他就骑着脚踏摩托车到那边去 然后只要少一张 一个一颗张 他就不给你弄 所以他要骑着摩托车回长冰 所以他后来也学会了 他来的时候 一个小袋子 里面他所有的印章 通通带着 就到那边 给他看你要哪一个 帮我弄 这个stupid到这种地步 我们政府好好笑 以后我可以讲很多很多这些 这些故事给大家听 到现在都还是这样 你五万块 那个和销的程序会吓死 我看到那个老人都快哭了 那么热的天气 就跑来跑去骂来骂去 怎么那么笨 他就是不会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system 他也不知道那个会计 为什么一定要那样 可是我们每一次 你去看政府的招标案 就通通都是这种东西 那这个是一个很怪的 很怪的这个情况 变成现在我们社区总体营造 我们在做的很多部落的东西 都是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 我不是说 我说我不是骂他们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说 永远就是有一群教授 或者是有一个 比如说那个什么公司 就弄出一个东西 然后到处弄 然后每一次一次又一次的 去帮他们处理 然后那个部落永远 没有办法成长 也没有办法成长 因为他不能够自主 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 所以变成越弱化 这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台湾现在 其实已经到了 要很细腻的去处理我们的部落 我们的社区 我们深屋存的这个地区 让它变成是更丰富 而且更美 更有品质 那这个是我觉得台湾的原住民 传统文化里边 第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特色 第二个特色 我把它叫做 言说主义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原住民 没有文字 我们过去都没有文字 我小的时候 我对那个没有文字有一种焦虑 我说这个没有文字 我们整个的文化的记忆 不晓得从哪里获得 比如说 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是老 要常常跟着老人在一起 跟妈妈带来带去 我的悲难族知识 都是从跟这些老人的话里边听来的 然后我要去找一个 跟悲难族我的部落有关的历史知识 我没有任何书可以念 所以我以前 我觉得我们的祖先为什么那么笨 就随便画画两下 随便写 你就都留下来了 你弄得这个整个我们的民族 整个台湾的原住民 在台湾的历史里边 变成是一个被消音的 都是被写 然后给你要想什么写 就怎么写 对不对 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的祖先都不这样做 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记得我刚刚进小学 我那时候也没有幼稚园 进小学 第一次看到书本 那个翻开那个国语 他说我们那个年龄 我42年次 那么漂亮的那个颜色 就是彩色的皮球 猫在追皮球 那个味道 就是那个印刷的那个味道 觉得好舒服 然后写那个字 你们知道 我从那时候就很爱写字 我是到现在都不用这个电脑的人 我都是喜欢写字 而且我从小就喜欢写毛笔字 下一次再给你们欣赏我的可爱的毛笔字 我从小就写 我看到字就兴奋 我就觉得那个字 而且我就很爱书本 变成一种病 我现在就 我几乎 我连到国外去旅游 到最后还是到书店 然后就出去的时候 那个空空回来 人家是买很多礼物 我回来都是书 种的钥匙 拿到家里以后就摆着 也从来不看 对 所以我现在 除了我的家有一堆书之外 我在另外一个新店那边 我一个老房子 那个五楼 整个大概将近四十平 全部都是书 就是弄着我的书库 然后山海 我的杂志生一堆书 台东也一堆书 我到哪里 后来看一看 我的书都重复四本五本 然后就是像女孩子买东西那种 变成一种病态 那种 你就可以想象一个没有文字的人 渴望文字跟渴望书本的那种感觉 那时候听我妈妈讲一讲那个历史 我们虾槟榔是这样 听起来好舒服 然后再听另外一个阿姨讲 跟妈妈讲的不太一样 然后另外一个跟我们的家族 敌对的另外一个家族 听她讲 好像不只是不一样 而且好像我妈妈都说的是错的 你搞不清楚 所以那时候我有这种文字的跟历史的焦虑 我有那种失掉历史感的那种焦虑 我读小学 后来弄到初中 我在台东中学念书的时候 我最喜欢去的就是 我讲这个话不是我很爱读书 不是这个意思 是一种病 我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到图书馆 我读初中的时候 大概五四时代的书 大概都念完 就包括鲁迅 这些都念 然后我在那些五四时代 像胡适他们的作品里面 我看到他们跟我的焦虑差不多 他们的焦虑是什么呢 因为西方文化把中国人打得很惨 他们觉得他们有那种收入的感觉 所以他们也在要不要前盘西化 或者是那里面 看到这些怎么跟我的焦虑 焦虑差不多 所以我很早就会想这些事情 所以我妈妈说我早熟 早熟也不好 早熟就早烂 我有那个焦虑 那个就是缺乏文字的那种焦虑 可是那渐渐长大以后 文字当然是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最近很多从认知心理学里边 对我们大脑的运作 多一些更多的了解 他们就发现了 人会说话 然后到人会运用文字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 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 这个仓劫造字以后 会弄得天地都哭了 显示人在造字的过程里面 人开始能够去掌握自然 或者是说去对抗自然 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文字 当然有它的重要性 可以把我们很多的记忆 能够留下来 能够让后代的人 像我现在 我们在读李白的诗 李白死很久了 还是可以感觉到他的感觉 我在读这个庄子 还可以想象 你看多少年以前的人 他留下一个东西 让我们去阅读 去体会 去想一些 他那时候在想的事情 文字是很了不起 在这个地方 可是呢 我渐渐地 也做了一些反省会 也看到在这个 谈这个文字系统里边的 这些文化里边 也有一种新的 也不是说新的 也有一种 一种反方向的思维 大家都知道 这个老子 这个当然是故事 一定是一个比喻 老子要出关的 说那个观影 跟他讲 听说你很有学问 把你的所了解的写下来 让后面的人能够学习 老子不写 你不写我就不给你出去 老子只好委屈了 就写了五千言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道德经 留下来以后你看 我们多忙啊 他死掉以后 每一代都有人在注解老子 做的那汗牛冲动 他的思想 一直到我们现在 我们那个闽隆讲堂 还有还有谁啊 那个 那个还在讲老子 对不对 这样讲 那样讲 谁啊 老子一开始就告诉你 这个道可道 非常道啊 明可明 非常明啊 我们就在这里 就一直到 然后 就是一直到 让我们知道 那个 那个道是不是常到 你就可以看到那种吊诡 那种吊诡 这个文字有它的优越性 但是文字也有它的遮蔽的部分 所有的那个文字中心主义的人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被文字捆绑 你可以想象 一个历史书写下来 谁在写 知识分子在写 写什么 写掌握权力的人所做的事情 那弄到后来就是整个的历史的书写 都变成的是一个知识分子 都是这个权力的这些东西的这种书写 那这个是不是历史的全貌 跟历史的真相呢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可是我们就很习惯 历史是什么东西 一定要有文献做基础 然后我们也很习惯说 文学是什么东西 文学一定要写下来的才叫做是文学 我们不太能够去体会 那个没有文字的历史书写 跟没有文字的文学活动 我们想象不出来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台湾的原住民 从过去一直到现在 他们的历史记忆跟他们的历史意识 就建立在口说里边 整个神话传说的传递 其实就是他的历史意识的重要的根据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言说不断的 透过各种的形式 神话传说也好 后来我们还可以看到 用乐舞的方式去进行这些 这个吟唱 去做传送 使到这个原住民 可以在当下去体会历史 跟在当下去进行文学的活动 我们待会儿我会稍微再描述这个部分 所以变成就是我们渐渐发觉到 文字固然是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这个我们把那个文字之外的 那个非文字言说的这个部分 同时把它丢掉的话 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情 我到现在 我跟我所有的小孩子讲故事 我从来不是去 先看一个故事书 然后回来讲给我儿子听 然后忘记的时候 还回去查一查 或者是我干脆拿出来念给他听 不会 我每次跟他讲故事 一上活着看那个情境 我就按照那个情境开始编 编得他好像那个事情就发生在周围 这种说故事的能力 在我们现在这个越来越依赖文字的文化里边 渐渐在上市 渐渐在上市 那怎么样把它找回来 就变成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事情 原住民的这个言说主义 非常强调这个说话的这个艺术 也就是说说话 这个开口说话是很重要的事 在几乎在每一个原住民各组 在选拔领袖 或者是在谈这个什么是头目 什么是领袖的特质的时候 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条件 就是这个头目要很会说话 很会说话 像其实各组都有这个说法 像背男组 我们说这个头目 当然有好几种称法 但是最常用的称法就是 我们把它叫做 这个是大梯是卷舌梯 Mitpa Mitpa是专门于什么的意思 专攻于什么的 Ra是一个观词 Mitpa是说话 换句话说 头目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是Mitpa Rangai 就是负责说话的人 他的意思是这样 后来Michael传到部落去了 我们说这个头目 我们就给他新的名字 叫Mitpa Rangai 就是专门拿麦克风的 这个就是头目 所以你看呢 每次的总统拿起麦克风 就是在后大总统 谁最大 就是谁拿麦克风 所以Mitpa Rangai Mitpa Rangai Mitpa Rangai 我们说这个头目 就是Mitpa Rangai 日记时代开始出现 这样的一个新的词汇 可见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 说话会变成是 你要成为一个领袖的 很重要的条件 你不会说话就不行 不能够成为一个领袖 但是说一个人很会说话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 他这个人讲话很美 我们空子讲那个巧言吝啬 不是这样 不是你一听他讲话 就像看到星海罗盘 那个业教授讲话 对不对 我每次听他讲 我都听不懂他讲什么 可是每一个都很美 他讲的也口 如果有他的心徒不好意思 我没有不敬的意思 但是我实在是每次听他的那个演讲 叹为观止 就是那个语言上面 我肯定 我们过去原住民说这个人很会说话 一定不是他那样 我们说这个人很会说话 有两个条件 有两个判准 第一个 他讲话会有仲裁力 会产生一种仲裁力 大家大概也有这样的经验 同样一个班上 平常大家纷纷杂杂 可是很奇怪 自然的就会有一个人 大家会觉得他来的时候 他一讲话 虽然不能够完全接受 但是好像也只能接受 就很容易形成共识 渐渐会变成一种依赖 会变成一种习惯 他还没有来之前 大家七嘴八嘴 他一来了以后 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 好了 会这样 你可能就是那种人 家里面也是一样 他不一定是老大会这样 家里面大家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意见 三哥来了 事情就敲定 很奇怪 就有这种 这种人 就是我们说他说话有仲裁力 他有一种力量 他讲话 你们去看新约圣经 讲的耶稣的情况也是这样 他有一种能力 能够把那个 大家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他引导大家去 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 他讲话以后是会有结果的 不像很多人 讲话讲了半天 开会开了半天 没有结果 或者那个结果不算结果 这种人的结果 讲话是有结果 而且有这个结果以后 你会有行动要去跟随的 所以你当一个领袖 就像你当一个总司令 我觉得我们将要打 如果大家在那边商量 真的要不要打 还在那边讨论 这个一定不能打仗的 一定不能打仗的 这种人就这样 他有仲裁力 立刻会引起行动 也就是说会使到你的整个的那个意志 你的意志会跟他一起 这个就是领袖 领袖的特质 另外一个 他的判准是 一个人虽然会说话 除了会产生仲裁力之外 他说话还有一种幽默感 如果你们有原住民的朋友 你们就会发现 你们跟原住民在一起 十句话 八句都在开玩笑 两句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然后我跟我的同胞在一起 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 跟上一 跟我们之上的那些 我们在一起可以两个小时 小时那个 讲到那个两个小时 好舒服 然后走的时候 你觉得非常非常空洞 对 因为那整个两个小时 全部都言不及议 全部都言不及议 可是你就 好舒服 后来我看到那个 那个Bruxon 一个法国很有名的哲学家 跟那个Floider 他曾经从心理学的角度 去讨论那个滑稽 跟说笑话这件事 说笑话其实是一种疾风 你如果讲笑话的人 我给你讲一个笑话 我昨天看到一本书里面 讲的一个笑话 然后讲给你听 那种烂笑话 还有那个笑话 真正的笑话不是说 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我讲给你听 真正的笑话是当下的 你要在那个脉络 跟那个情境里面 你离开那个脉络 就变成不太好笑 不太好笑 所以你这个人很机名 你要去对周遭的氛围 要转 我不晓得你们 有没有这种经验 我常常跟我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 一个小学弟叫林志兴 他现在在台东死前博物馆 他也是很爱讲笑话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可以把一百多个人 搞到那个不晓得怎么办 都非常共动的离开 就是 然后我讲话一讲这样 他立刻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他马上做球回来 然后也做球回来 然后我就可以感觉 那种拉抬的那种感觉 如果还有第三个 也很上道 他加进来的时候 那个变化无穷 整个搞的那个两个小时 都可以言不及议 幽默 所以那个玩弄语言 让那个语言变成是有趣的 是作为一个会说话的人 或者是说作为一个领袖很重要 为什么要这个东西很重要呢 你可以看 有的时候我们在台湾 开会啊 很多那种场合 大家说僵在那个地方 你说一个笑话 大家哈哈一笑 东西就去 就转弯了 所以那个温润如玉 要让那个所有的东西 像流水 很顺当 到了一个地方 这个挡住了 转个弯嘛 不要那个死心眼 大家就到最后那边打架 然后在那边骂得那种齿 哇这个 我后来在东华当那个所长跟系主任的时候 我们开会 一上来就一直笑笑笑到开会结束 这个 都有结论 而且都是很好笑的结论 然后 可是我到别的地方都用不上 我觉得现代的人 人间已经很辛苦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变成像地狱一样 夫妻是这样 家里面是这样 小小一个团 那个讲的痴牙裂 都弄到 有那么严重吗 这个就好奇怪 而且有很多人很乐此不疲 很喜欢这样 大家本来很高兴 他一进来那个脸 马上大家就看到灭绝事态 对不对 看到他就像看到一座枯井 想站起来唱国歌 对不对 你千万不要变成这种人 我觉得这种人实在是 实在是很不好 你自己不好 不快乐也就算了 弄得搞得大家都不快乐 这个 所以你一定要有幽默感 幽默感可以帮助你去做仲裁 你知道吗 那个 真正那个 你要知道 在过去的原住民的部落 我讲过 我们是小小的部落 部落里面有什么彼此的冲突 当然已经有 但是呢 我们的过去的那个风俗 跟我们过去的法律里面 我们自己的法律里面 没有把人家枪毙这种东西 也没有把人家说 我找一个地方当牢房 给你关在那边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那边最严重的就是你 我把你放逐 就是说你不要住在我们的村子里面 很多放逐 像我们部落附近有一个人靠山 那边就 后来我听说才知道 很多我们部落的人被放逐到那里 他的后代就在那边 渐渐形成一个新的聚落 换句话说 在过去的传统的 原住民的社会里面 因为他很小 他是内部自给自主 大家都认懂这个地方 所以他没有办法说 你这个人不好 然后我跟你一辈子不讲话 你转个弯也碰到 弄过去也碰到 搞不好你的女儿跟他儿子 后来谈恋爱 你根本逃不掉 这个社会关系是很紧密的 所以呢 你有这些冲突的时候 一定要去解决 一定要去解决 要把它弄顺 如果你碰到说 大家一起打猎 你知道很多 我们这个打猎的规则里面 大家一起去打猎之前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有疑似 一起去打猎的人要和解 你心里面不能够有任何的疙瘩 你可以想象到深山去打猎的时候 那都是危险状态 那个 如果有什么口角 彼此那种 我就不帮你 你不帮我就会出事情 所以不行这样 所以一定有那个和解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在像太亚族 布农主的那个猎人的规则里面 如果你今天你跟人家吵架 跟家里人吵架 你不可以上山 你心里面不能够存任何的疙瘩 也就是因为这样 那个一定要很 要把它平顺 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们的部落里面 如果有些纠纷 我妈妈他们都会去 去跟他们这个讲 就是讨论 后来多次结论是 你要罚他一只猪 或者是一只牛 今天没有讨论完 没有结果 改在明天 明天不行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跟你谈一个月 谈到你累 后来就结束了 结束以后老人家一定会讲 尤其是那个头目就会讲 你们说这样就是这样 脑袋里边不可以留任何的疙瘩 他一定会做 如果有任何发生事情的话 是谁要负责 他的话都先讲在前面 我就记得我以前 我那个妈妈他们就常常 就是晚上啊 就提着那个煤油灯 到那天 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八九点啊 说你们怎么 他去还没有谈成 再下一次再去 谈到大家都受不了累了 有时候一谈谈了三个月 他还是要跟你谈 一定要有结果 一定要有结果 这个就是那个言说主义 就是那种有仲裁力 有幽默感 也是他整个社会的需要 那我们现在这种 靠文字长大的人 就越来越没有这种能力了 对不对 吵架就打一个email给你 讨厌你啊 怎么这样 那再回过头来 我们已经没有那种 面对面 去沟通 或者是这种能力 那过去的人是被迫 他一定要靠这个东西 去解决 这就是那个言说主义里边 很重要的一环 那传统的原住民社会里边 因为没有文字的关系 所以说话主要 靠他仲裁 靠他处理部落的事情 靠他去滑润 用幽默的方式 滑润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用言说说话 去谈故事 谈神话传说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原住民的 所有的传统文化里边 他形成他自己的文化意识 都是靠着神话传说去串联的 神话传说让他成为 那个族群的一个成员 他有这种认同感 所以那个神话传说 也变成是一个很庞大 妈妈讲给我听 我讲给我孩子听 我的孩子讲给我孩子的孩子听 就这样 这个就是一个 那个文化的知识 不是说你要了解我们的文化 请你到台北图书馆 不是这样 你要了解我们的文化 就是你要去听 所以我们以前那个 从13岁进入少年会所 我们在那个会所里面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一直在聆听 坐在那边 整天都在听老人家在讲东西 有的是部落发生的事情 有些是传统的规范 这些东西就慢慢的 从言说里边进入 我的内在世界 变成我人格的一部分 这个就是那个言说主义 除了这种仲裁幽默 然后它也变成了 形塑我的文化认同 也是形塑我的人格 内在的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个也是 而且这个言说 延伸下来 这个没有文字的情况底下 这个延伸下来 这个言说主义 也在另外一个原住民文化里边的 另外一个特色里边 发挥了它的另外一种能量 就是原住民的这个 乐 乐武或者是乐教主义 这个也是原住民传统文化里边 第三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都说原住民爱唱歌 爱跳舞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呢 如果你把原住民唱歌跳舞 把它视作为是 刚才我讲的 好像天真活泼又懒惰 我们现在有这种想法 我们就会觉得 原住民应该就是很快乐的 看到你会不会 原住民一定很会唱歌 第二个一定很会喝酒 大家都这样讲 害得我们每天要符合这种标准 我很讨厌喝酒 也变成要喝酒 这个很讨厌唱歌 也变成要会唱歌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好像有这种期待 所以我们很习惯 把它当做少年 是我们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 这个基本上是不错的 其实台湾的原住民 真的很爱唱歌 很爱跳舞 我从小 至少我这个年龄生以上的人 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部落的人有人唱歌会走音 现在真的会 听到 我说汉话太深了 真的会 真的会走掉 为什么不会走掉 因为在原住民的文化里面 你不会唱歌 你就不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成员 孔子说 不学诗 无语言 记不记得这个 他的话是真的 因为在那个他的时代 跟我们那个时代 原住民的部落很像 因为我们所有的文化记忆 就是要靠唱歌 就是要靠这些诗歌 去建构的 所以他一定是不学 你不可能演 因为你没有办法有共通的 共通的那个 那个记忆 或者是共通的 这个沟通的材料 那原住民的这个爱唱歌 爱跳舞 跟这个原住民的这种没有文字的这个文化里边 他发展出来的另外一个去记忆自己的文化传统 这个很重要的一种手段 如果我们说这个原住民的那个乐舞这个东西 如果他不是只是爱唱歌爱跳舞的事情的话 他还有没有别的意义 台湾的原住民的乐教主义 这个乐舞 在我看来 它至少有四个层次的意义 第一个层次 它是具有宗教或者是仪式的 仪式的意义 它反映出一种宗教层次的东西 各位 我们如果对原住民多一点点了解 你会发觉到 原住民的传统的歌谣 最庞大最完整的部分 都是记忆的乐舞 都是记忆 所以你去到塞下族那边 你看到塞下族那个矮人记 以前要两个月 从这个在河边结草结盟开始 一直要经过两个月的时间 现在当然一直在缩短的 去进行的 这个仪式怎么进行呢 全部都是用乐跟舞去进行的 所以那个整个塞下族的矮人记 十五首 两百九十七句 什么时候唱第一首的第一节 什么时候唱第三首的 通通都有规范 通通都有规范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原住民的乐舞的宗教的这个部分 我们所有的仪式都是这样 塞下族的矮人记是这样 碑南族的大猎记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每一年年底 像我们到山上去打猎 打猎回来 我们开始吟唱的那个几百句的鼓调 通通都是用唱的方式 然后下来还要跳记忆的舞 像我们看到那个 周祖的Maiaspe的时候 他那个身体要摆正 手牵着手 要唱 要把那个整个的这个 庞大的这个仪式 仪式背后的这个神话传说 用唱的方式把它 这个学起来 然后也传承下去 那我们原住民最主要的传统的歌 都是这个部分 都是这个传 都是有宗教性的这个含义 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个东西 就是变成是原住民口传文学里边 最稳定的部分 我们下一次再谈原住民的文学的时候 还会回过头来给大家谈谈这个事 那这个是不是原住民特有的呢 不是 实际上各位要知道 乐跟舞本来就跟宗教有关系 我们做经文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有一种说法 就是认为这个无是这个无的原型 以前的人这个跳舞的那个肢体的这些动作 是具有宗教性的 你们去看那个印度教 佛教里边的那个佛像 特别是印度教的佛像 你可以看那个泰国的人跳舞 其实他那个泰国的人跳舞 他所有的手指脚 身体的这个 都是在模仿什么 模仿那个佛像的肢体的 他那个里边 有充满着这种宗教育家型的这些东西 也就是那个身体 事实上是透过这些乐舞进行仪式性的这种活动的 所以这个五根 歌也是 所以这个诗经里面 我们说风雅颂 颂是宗庙的东西 一个仪式在进行 要吟唱东西 所以那个歌跟宗教世界 还有那个仪式 还有那个身体的配合 本来就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我们的乐舞的原型 它的archetype 事实上就是跟宗教是一回事 只是我们渐渐遗忘这件事 我们现在的人在唱卡拉OK的时候 大概不会想到这件事 但是我在卡拉OK唱歌的时候 我现在不去了 每次去想到那边 我就想到这个事 我就觉得对不起神明 这个幅度 我们丧失很久了 我们在整个人类经验 西方人你注意看 整个巴洛克的音乐 早期的圣乐 几几乎呼呼 那些歌几几呼呼 都是跟旧约 跟新约 跟宗教仪式 是连结在一起的 你到很多的影秀院 我们听的这些 这些祈祷的这些歌 如果因为我是天主教徒 我常常听到这些清唱的 很古老的这些颂乐 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原本这个宗教 跟音乐就分不开的 那在传统的原住民的 乐舞想象里面 一直到现在 我们只要仪式在进行 我们就是用乐舞 也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实践 人类对乐舞的本质 或者它的根源 跟宗教合一的 这样的一种思维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们去参加原住民的 风年纪的时候 就要小心这个事 很有可能 现在原住民也不在乎了 年轻的世代 可是原本这个东西 是要带引你去回到一个 具有仪式性的意义的这种东西 所以你进入到 那个原住民的记忆世界的时候 就要非常 要改变你的心态 要改变 你不是去看那个海岸海岸而已 就会跟这个连结在一起 这是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 当然就有这种文化传递的这种功能 文化的传递的功能 因为没有书 我们没有文字 那么我们的文化知识怎么来 就是靠这个乐舞 我在唱 北南族的大猎记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祖父这样唱 我的祖父的祖父就是这样唱 里面那个内容呢 有谈到我们 北南族原来的 我们那个部落的传统的领域在哪里 有英雄的故事在那边 有祖先的教训在那边 你一唱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等于是我在背一本上书 或者是在背诗经 是完全一样的 你们是用眼睛看 我们是用唱的 我们还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我看过一个卢凯族的老人家 九十几岁以前 他可以用吟唱的方式 唱出他们差不多十代到十二代的族谱 那我在看马斗福音 前面从那个亚巴郎 一直到耶稣那段 家谱我相信过去应该是要用唱的 而且一定不是那么简单 一定更复杂 一定更复杂 那我们平常结婚到现在还是这样 土鲁古 太亚族 我们前段时间看他们去查索 他们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家谱 他们也有很多的老人家 一唱就可以唱十五代 我看到过那个马焉东一 日记时代的人类学家 他很惊讶看到布农族的一个老人 他可以唱出十三代每一个人的名字 好庞大的 这都是什么 都是文化的东西 我们用唱歌的方式去积累这个文化 其实我们日常的经验里面也是这样 像我看在座的几位 都跟我差 比我有的比我大一点 有这样的经验都知道 像我的大姐姐 我大姐他们 我小的时候 我们兄弟姐妹聚集在一起 那时候正在流行 比较是属于 就很早去民国五十几年 都是属于反共爱国歌曲的东西 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 很多都是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上海的 那个 像说那个谁啊 那个周旋啊 他们的歌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几乎每一首歌都会唱 这个 我们兄弟姐妹聚在一起 就唱这些歌 我们现在 姐姐七十几岁 我五十多岁 我们聚集在一起 一唱这些歌就会想掉眼泪 为什么 因为 那个是我们的家的文化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记忆 透过什么 透过乐舞 我们是透过这些 原住民 我们自己一直不断传唱的这些歌 也累积这种认同 这种感觉 所以它有文化传递的这种功能 你们靠书本 我们靠唱歌 所以我们唱歌的时候 就跟你们在读书一样 如果你们不想读书 就跟我们学一学 这个就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它还有这种人格逃成的意义 这个也是乐里面很重要的东西 孔子说 信于诗 然后立于礼 最后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成于什么 成于乐 乐是人格的最高峰 人格的最高峰 从心所欲不欲举 就是乐的状态 一个人唱歌 应该是 既有那个格律 但是呢 又是自由 因为是创作 所以那艺术就是 规范原理 跟自由原理的合一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打篮球 一定要有规则 你没有规则怎么打 篮球就打不起来 但是篮球要打得好 就是在那个规则当中 有它的那个技术 有它的那种创意 这个就是那种 规范跟合一的状态 就是乐 原住民的这个乐舞 因为有宗教性 又有文化的这些东西 所以它当然 在我们在唱歌 在参加技艺的时候 它同时也是一种 人格的逃成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说 礼乐 礼乐 在中国传统文化讲礼乐 礼乐 很可惜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礼不见了 乐不见了 只剩下礼 在原住民的原来的传统文化里边 礼跟乐还是在一起 因为我们在唱歌的过程当中 在参加大劣迹的过程当中 在我平常唱歌在有共同的记忆 或者是我想到这个歌 是我妈妈教的 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在形塑我的人格 我的人格 而且在那个大劣迹 因为它跟仪式有关系 所以我刚才讲了 我们那个跳舞的时候 平常可以乱扭 但是祭典的歌谣 它有规矩 你穿着衣服 一定要手牵着手 手牵着手就是限制你 不能够有个别的表现 手牵起来 你就是集体的一个 部落也变成集体的 所以那个部落的记忆的舞 正式的舞一定是拉起来 那个一定是有团结的意思 然后大家唱共同的歌 这个也是歌最厉害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这个 阿兵歌 这个一定要唱歌打树 因为在唱歌打树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共同感 我们有议题感 九条浩瀚就真的好像九条浩瀚要去赴死一样 对不对 所以那个军歌就是这个东西 要把你的个别性打掉 我们唱国歌 大家站起来一起唱 也会有这种感觉 现在当然变成唱国歌有点像笑话 可是本来它的意思也是这样 它是一个共同性的 它会把你整合 把你整合 所以那个跳舞的时候一定围起来 然后不能乱扭 然后有很多的禁忌 像以前我们这个在大猎记里边跳舞 如果乱动 或者是中途离开那个位置 啪一下那个后面的大哥哥就打我们 然后我们的舞 以前一跳就是要一个礼拜 比如说这样 那我们那个跳舞 那个堆下去 站起来 然后又不能随便离开 所以你要抗渴 抗饿 抗睡 你要抗好多东西 然后你变成在那里面 一边跳舞又一边要唱歌 如果你们去参加阿美族的那个伊犁信 哇 那你很难想象 我就觉得那个云门 云门 如果跟猿舞者比赛 如果是有什么最大的差别 就猿舞者是一边跳两个小时 还一边唱 我看云门大概没这个能力 一边唱一边好累啊 更何况他们会走掉 对不对 所以那个是很可怕的 所以你要调整呼吸 而且跳舞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可能要一个礼拜 都要这样子 随着那个记忆的运动 所以你要调整你自己怎么样 拉紧你的肌肉 跟放松你的肌肉 所以那个韵律才会出来 所以那个洋窗广说 他以前他去参加亚运 在学那个标枪 在助跑的时候 他一跑 他就童年的那个伊犁信 里面那个 嗨一样嗨一样 那个哪里湾哪里湾的 那个节奏出来 他就那个身体就自然的 就放松 走得很漂亮 可能 乐舞跟人的体育的那个韵律 可能是有关系的 我没有特别去研究 可是很多的我的朋友 一直在告诉我 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关联 这个标枪就投出去 所以那个身体也是受到训练 所以我到现在 只要受过悲难原住民传统的 这个乐舞仪式洗礼的原住民的老人 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质 他无论是生病 或是在怎么样的内 他的身体 一定有某一种姿态 就是有一种内在的这种力量 会挺在那个地方 我们以前讲说 我们的身体 其实是我们内在意志的一种表现 所以我们在古书里边会提到这种 当浩然正气 这个鼓动的时候 会脆于面 盎于背 不于尸体 这个都是真的 这都是真的 一个人那个没有什么虚欠的 说他会有 身体会有种光辉 每次我看我们的学生 如果好几次没有来 考试又考不及格 今天有没有带那个作业 进来的时候就像那个狗 垂地大小便 就很怕被你 就这样 眼睛就这样 这个虚欠 连狗都这样 你知道吗 显示那个会有身体反应 然后眼睛就躲躲闪闪 可是如果他什么都做 进来那个眼镜 人也是 所以中国人其实很相信 身体这个东西是可以反应 可以让你知道他的内在的世界 是怎么样 所以那个可以 身体可以观圣人之气象 你看那个魏晋的时候 这个事说心语 或者是刘少的人物字里面提到 这个人走路过去 他走路的样子 我就看判断你这个人的个性 笑的声音怎么样 你就可以判断 本来就是讲 我们的身体不是开玩笑的东西 它是某一种灵魂的安宅 它可以表现出这些东西 那原住民的传统的乐舞 其实就是在锻炼这个东西 让那个身体 在老一辈的身上还保留 就可以看到一种力量 在那个里面 后来我看这个日本人也是 打工做衣 喝个茶 也是跪来跪去 我觉得这个民族好麻烦 他什么东西都跪来跪去 弄来弄去 我觉得 可是后来想一想 这个民族很了不起 他的文化的教养 测制到他的身体 现在看台湾的小孩子就不是这样 做没做像 赞没赞像 生病也没有那个 死也没有那个死像 坐在那边像麻吉 这个民族大概 我们想不到哪里 不过也有他的好处 就是比较可以easy一点 日本人太坚了 对不对 因为神经病的国度 对不对 可是从身体语言的角度来说 你可以看到那是厉害的 如果我们的教育 能够达到这个地步 显示这个是很 现在不是 昨天郑瑞城说要什么品格教育 应该从乐舞找回来 台湾的音乐 台湾的乐教传统没有找回来 我们从来 我们绝对不会健康的 日本人也唱歌 日本人的雅乐 这种情况 你去看日本的那个唱歌 他从昭和时代 我妈妈九十几岁 看那个NHK 唱的是那个昭和十几年的歌 她听了就很兴奋 也掉眼泪 我们在这里 没有任何歌是属于这些老人的 虽然很多老人很寂寞 你现在每天听周杰伦的歌干什么呢 那么难听的歌 老人家听不到这些东西 可是在日本的歌的世界 不像我们 逼着大家去听巴哈干什么呢 我们自己的东西先找回来 这个东西是很要紧的 所以那个乐教主义里边 原住民的音乐世界 牵涉到这个东西 最后一个当然是娱乐方面的功能 这个是大家最了解的 本来唱歌跳舞就是 原住民现在 我们的乐舞世界 很麻烦的时候只剩下这个功能 我们自己也在忘记这个部分 所以看我们的小孩子 聚集在一起 很会做歌 很会唱歌 可是前面也差不多忘了 这个你们骂说原住民 这个爱唱歌 爱跳舞 然后天真活泼又懒惰 某一个角度也真是真的 因为原本的这些东西 在我们的 现在的原住民的社会里边 的确在快速的流失 那剩下的当然就是 最没有用的部分 最没有用的部分 我不知道你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音乐对你们来说是什么 我自己在我们的家里 我们家庭聚会里边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忍受 我们聚集在一起而不唱歌 没有办法理解 也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只要在一起就一定唱歌 从最老的一直到最少 从妈妈一直到 就是一定唱歌 那个歌是离不开 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而且我们常常自己创 随便乱创歌 上一次给你们讲 那个进宫总统府的事情 然后我们有时候出去 就把那个排湾族的歌改编 那个排湾族说 麦呀麦那个阿如阿 对不对 这里有没有排湾族的 我们排湾族不会讲 不会谈他们讲他们的话 我们就给他改编 麦呀麦那个撒西米 吻啊吻那个哇塞米 酒醉呀烫那个榻榻米 对不对 上一次我唱了两首歌 今天又给你们唱这首 你们赶快学起来 就是你看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那个音乐是离不开的 那现在的人 音乐 我们好像只有到 中正文化中心去听 要不然就是 要到卡拉OK 这个都不是正办 音乐必须每天在你的生活 你爱唱歌 爱听歌 用歌去记忆 用歌形说你自己的家里的传统 如果你们的家里面 有一个大家共同爱唱的歌 像我们家就是这样 我姐姐他们那时候 因为他嫁给外省人 那个外省又是军人 所以我们 我民国五十几年 就会唱这个歌 有一首歌 然后到现在 我很少听到有人会唱 我唱给你们听 耶稣高呀喜悠长 有人会 波罗天呀香蕉香 宝道姑娘呀真漂亮 温柔多情呀又健康 上山会大彩又黑 夏天会茶阳又黑 不怕风雨大又黑 不怕太阳晒又黑 回到厨房呀做耕堂 拿起针线呀风衣裳 洋洋灰呀洋洋墙 人人夸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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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才是男儿好榜样 杀尽公妃呀回家乡 他才和你呀如东方 杀尽公妃呀回家乡 恩爱夫妻呀才纠缠 对不对你们大概就没有听过 我不是要赞你们这个拍手 我是要告诉你们说 这个是我们家的共同记忆 这个里面包含了我跟我的大姐 我跟一个我以前过世的大姐夫 她是浙江人 然后也包含了很多 那个时候很多离乱的这些外省人的故事 也在反映一个不同世代 看起来有点荒唐的两岸关系 你现在还敢杀尽公妃 我去大陆 我去故意唱这首歌 让他们知道 所以这些东西 应该在整个日常生活里面呈现 那这个是我说 这个台湾原住民的传统文化里边 第三个重要的东西 我们还有两项 今天因为我们稍微晚了一点 我下个礼拜就把那个后面的另外两个重要的 这个原住民传统文化的特质 再给大家介绍 那今天最主要的是 让大家看到这个台湾原住民的这种部落的精神 让大家重新去思考 我们自己对那个乡土在地 或者是我们自己社区它的重要性 国家政体什么都可以改变 但是你生活的那个周遭 是你的生存的最重要的根据地 那怎么样去让它是有活力的 是这个时代我们要去思考的东西 因为这个时代国家力量太大 然后这个时代来自于全球的这种经济的力量太大 其实那个捍卫这个是很难的 很难的 那我们应该要去思考这个东西 第二个就是原住民的这种言说的精神 也是尤其是现在大家这么依赖文字 比较是一个文字中心主义 我们讲历史讲什么都好像要有字 一定要有这个连结婚以前都还要写什么结婚证书 还要去盖印 还要拿去认证 还要找一群共犯 去大家一起吃来见证 就还是离婚了 没有用 所以言说还能不能够有力量 说话还能不能够算数 一定要用文字来要当媒介吗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可以思考 而且说话里边所能够带动的那种 让我们面对面 很多人跟我讲说 我要认识悲难主要怎么认识 可能很多人类学家告诉你 就到中央研券图书馆去看 这个当然要看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要去找一个悲难主的朋友 你要去参加他们的记忆 这个才是面对面的相遇 那现在的人好像一直很怕这种面对面的相遇 所以那个言说精神里边 要求大家那种面对面的沟通 还有这个言说精神里边 应该有的这种幽默感 如果你发觉到你是那种说话 就让人想站起来唱国歌的人 你真的就要好好想一想 这很不好 那真的是很不好的事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这里讲的那种乐教精神 音乐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那原住民 我常常说原住民的文化里边最了不起的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乐教 原住民哪一天 我们应该是到哪里就要唱到哪里 那一天原住民已经不能够唱歌跳舞 也表示我们已经死亡 所以这个乐教精神怎么样把它找回来 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后面还有两个 我们下一次再花一点点时间 来把它赶上来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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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